身穿蓝色上衣 戴着帽子口罩一路头滴滴 全程不发一语 看起来有些疲惫 他是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 周日晚间将被遣送出境 搭机前往欧洲 国际通缉犯落脚台湾 一家四口全台四处旅行玩乐 生活过得多彩多姿 这名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 很难想象他正在过着跑路人生 因为他被控在意大利犯下 汽车租售诈骗案 至少非法转卖1189辆汽车 不法金额高达新台币10亿元 这五年来 奥纳德在台湾 共经营三家餐酒馆两间公司 生意经营的有声有色 虽然他已取得居留权 去年还提出永久居留申请 但消息曝光后 移民署确认 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对象 13日晚间通知盗案 以他在恐危害我国公共安全 秩序为由 限期离境 任其有危害我国利益 公共安全 或公共秩序之余 依同法第18条 第一项第13款 及36条第二项规定 决议将奥南 强制驱逐出国 奥纳德成提诉愿 遭移民署驳回 又委托律师紧急申请提审 法官认为 移民署开审查会时 卫一规定给予奥纳德 陈述机会 以及提供适当语言翻译 过程上有瑕疵 裁定放人 并要求移民署 重新审议驱逐措施 只不过早一部移民署 已经安排他 周六清晨搭计离台 提审成功的奥纳德 还是早一步被驱逐到新加坡 他的餐厅事业 疑似由老婆继续经营 丝毫不受影响 但奥纳德抵达新加坡后 却遭新加坡拒绝入境 并又把人遣返回台 但依法他不得入境 奥纳德在淘机 刘志市待了十几个小时 移民署深夜 再度将他检控出境 前往欧洲 民事新闻中爱情 陈伯瀚台北报导